我们是好几个自愿者在做这个工作 那么每个人都会提出自己的问题 那么这部分问题我们已经写了几个部门 那个有教育的建设的民政的财政的 还有公安的地政局的 有像那种比较重要的部门 比如说像那个教育和建设部 那么我们提的问题就非常的多 应该有上百个的问题提出来 那么当时呢 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就说到 他们有2500个专家进行了鉴定 但是呢没有发现是由于 这个豆腐这个建筑质量问题 引起的这个坍塌 那么我们就提出来 希望他能够公开这2500个专家的名字单位 那么这2500个专家 到底鉴定了哪些坍塌的学校 那么他提到他是抽样鉴定 那么他抽筑了哪个学校 那么是这些不同的专家 他们各自的结论是什么 这些详细的报告可不可以公开出来 我们希望能够更透明一点 这绿色什么意思 绿色的是我们已经确认过了的 我们通过电话还有微信 包括我们的志愿者下去 公布过后很快就被在博客上就被删除了 这是最后这一篇文章 不要对我抱有幻想 5月28号 然后12点我们发了一篇文章 然后到了凌晨 凌晨大概或者是晚上11点 12点的时候 整个新浪播客 那你这个是后台的是吧 后台保存的资料 就是正好我打开了这个网页 我没有关闭 然后就保留下来了 就是能够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关注这些事情 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那些什么 那么现在这个新的博客 是只有今年5月份以后的了 是吧 对 你看他给我删了多少文章 你看 隐藏 是他们给我隐藏的 这是我新开的博客 新开的一个博客 原来给我删了 实际上他们怕金像素帅 在他们的眼中 就认为金像素帅来了 就会引脚社会稳定 我原来官要起诉他们 但是我现在拿不了正罪 我的东西疏忽关注 我要起诉 我后面给他们发过公开信啊 公开谴责他们了 我以前的起诉过 他不会我的诉讼 我原来在文章中提一个 这样的观点 我说 假使我都静静的 为什么一个事件出来了 我们去质疑 去批评有关部门 你说我们是会被反华势力所利用 但我们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那些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 引发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他们当时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执法不公 或者我侵犯了群众的利益 或者讨造了一个社会事件 我这样做的话 会不会被反华势力利用来攻击我们 如果你当时想到了 这个事件不会发生 这个事件是最大的 是事件好 这个事情可能 也有关 是事件好 在我们群人 在引起地质变化 从结起的作用 这个是科学的定论 而不提回来的 就是说 群人在 这个是一个初稿 要求成都市公安局公开 那天晚上 812那天晚上 对我们采取的这个行动 它是有什么法律依据 是什么人负责的 哪些人参与的 为什么党人 就这些信息公开要求他 还有当时他们拍的这些内线 发出去了没 现在还在改这个初稿 准备给普贵师看一下 他每年年会 都会在9月份开 然后这次会议是在伊斯坦布尔开 那么 伊斯坦布尔会议呢 就是要求每一个会员 不管你去不去 你送张照片去 但这个照片他要求 都要有创意的 要化妆 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创意 然后我就做了这么一个 插连到斧头的一个 一个想象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把 这个创作性的劳动用出来 这个是最有力量的 其他的 旧的方式 旧的方式 我再看一下卡通那个 你回来看老妈提款素材 你自己觉得把它做成一个纪录片 难度在哪里 容易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说实话 我根本就没有一个概念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好玩 因为 因为可能 要么我说就是采访我没有什么意义 我是小地方出来的嘛 从小去唱着共产主义 共产党好 长大的嘛 对共产党就是这些事情我一无所知 那种 然后就特别好玩 就是第一次见到那个 因为爱老师的话也比较幽默嘛 然后就第一次见到就是说这种 就是像爱老师说的说 觉得像他们这种人 好像也是第一次遇到像他那样 那样难缠的人吧 一直就这样 而且看这个片子以后 觉得像爱老师他们去 就是要见一个这个法治科的科长 都那么难 脱来脱去 就可想而知那个 其实就是一个上访的一个行为嘛 是吧 可想而知那个普通的群众 就是去争这些事情 可能就是我 我就是其实就慢慢地 从这些片子里头学东西吧 可能 以前我其实也就是属于 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权利吧 比如说出去 人家就是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 现在吧 我出去了 有时候好像觉得 我也应该就跟人家说点什么 什么的那种 就好像知道自己应该 拥有一些什么权利了 当时我觉得这里的 最难捡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叫徐杰的这个人 他出来以后 他说的那个话吧 就是我觉得爱老师跟那个 婆世强已经够精明了 他们已经都是在问 那种点子上的事了 但是总能被他就是 不知道怎么就给绕开了 就觉得他就一直在缠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说我们就是走程序啊 按法律办事啊 就是就是一直在讲这些事情 反正他绕来绕去 我又觉得那段我特别思路 一点都不清醒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剪他的话 怎么剪才能把他这个 就是说他要说个什么东西 给弄出来 因为他总绕 当时我就舍不得删 因为就觉得那些对话 特别特别好玩 因为就是双方都怒了嘛 最后都就感觉有点 就是像吵不起来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片子的限制嘛 然后就是因为我每做完一版 然后都给爱老师看 然后他就是说限制片子的长度 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嘛 当然我也觉得挺可惜 但是后来真正做到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18分钟吧 的时候就觉得确实看这版 也已经很清楚了 反正赵来源肯定要 早晚要被国安局抓进去 在上海抓进去 别在那边经理抓进去